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城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 批判这两个字 我们常常会把批判两个字连在一起讲 我个人认为 对很多的专业的东西 事物 可以判但是不能批 为什么说可以看 可以判不能批呢 判就是这个好跟坏 这是判 但是我们不要批 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那个人做了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叫批 批的部分 不是一家人 不说一家话 简单讲就是说 有门户之见 比如说我们看人家 看人家一场比赛 不管是拳击格斗摔角什么什么 不管任何一种比赛 我们在旁观者期谋会想说 那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这样 不那样 他就不知道 比如说打拳击好了 格斗好了 你觉得说他漏洞很多 为什么这时候 为什么不来一下 不是就把人家KO了 那时候来一下 这个就把人家怎么样 你在旁观 你很容易讲 可是你不知道 如果你自己上去打打看 你就知道 如果你全力出 全力挥拳的话 把力量全部拿出来挥拳 要KO的那种打法的话 你不要挥个几拳 那十拳以内 你可能就没气了 没劲了 你手再想挥也挥不出那个力量了 这也就是人家打到最后都是这样子 那你看起来觉得他漏洞百出 其实呢 如果换上你的话 你可能早就被人家KO了 被对方KO了 而不是你说弱的那一方 这当然就是 就是因为你在劈他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一个行家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 我来劈 我来 我来这个 我来解说这个 这个这个 游泳没什么好解释的 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一个 就是重复运动 就是竞速东西都没什么好 在G级他有很多的招式 G级很像下棋 很像下棋 他是那个招式 是你自己定的 那个随机应变 跟那个游泳那种 田径 那个都是死的 那个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那个变化 但是G级就 G级就像我讲过 像两个猛兽 那个猛鼠跟那个眼镜蛇一样 谁都可以把对方 一下子就咬死 可是他们两个人 常常会分出胜负来 就是因为 两个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这个能耐 但是呢 就是那么一瞬间 那么一个呛死 就分出胜负来 那你这个 这些东西是靠什么 靠临场经验 还有靠体力 靠耐力 靠技巧 种种因素结合起来 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在旁边关的时候 我们可以判 他赢了 可以这样讲 直接讲 这个他赢了 可能可以勾 那很容易就判别了 或者说 他一直占上风 他这个人赢了 可是你不要批说怎么样 这细部 细部是可以批 是师父对徒弟解说可以 但是只限于同门 就是入室弟子才能解说 我 我之所以会聊这个题目 就是 前几天有一个后生小辈 他跟我讲说 聊到那个 聊到那个什么 格斗狂人 跟泳琛被打的那个事情 我就跟他讲 噓 不要讲 我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能耐的话 你在讲 这是我 少年事故 只是那个人已经快40岁了 他什么都没练 一个大肥子 我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耐 你再来 你再来跟我跟我谈 谈这个武术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 他一听到以后 他就他就不讲 那主要这个人 他每次要参加那个路跑活动 他路跑活动 他很迷恋路跑活动 他也买了脚踏车 可是他没有参加那个铁人三项 我说你为什么不参加铁人三项 你有脚踏车也是名牌的 你有喜欢路跑 他说他不会游自由式 我说那你就游蛙式 游蛙式怎么赢得了 因为那个铁人三项的那个游泳项目算是 不算长距离算中距离 你下水就要游自由式 我突然想到这是我亲戚呢 亲戚的小孩居然不会游泳 我都没想到 后来我赫然发现到 也就今天我要讲这个 可以判不要批 这个题目批判 就是因为我的孩子是跟我每天在一起生活 所以我 他到哪个年龄要 要有什么样能耐 我都有计划 必须达到 他不需要他去安排功课 是我给他安排功课 而且我也不用明白的 把那个功课表列出来 就是我带着他下去游 带着他去坐 潜水去干嘛干嘛 骑马做什么 一步一步都是我亲自带的 我亲自带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老头都可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是我的孩子 但是那个人不是我的孩子 所以他能力各方面都 时间久了以后 统统摔退 同样的 他妈妈以前也很会画画 因为采米油盐之后 他现在什么也不会了 你问起来的时候 他几十年没有动过采笔 已经不会画画了 而且也没兴趣 为五斗米折腰 已经疲惫不堪了 狼狈不堪了可以说 他没有心思再去 请起书画了 那他的孩子呢 也是因为在这种 颠沛流离的状态之下 他也很多东西没学到 担心家庭都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很多东西没有学到 他也不知道跟谁学 因为同侪里面没有 他就不会 他就没有想到说 我这个长辈还可以学一点 他没去想这东西 所以时间就搓头过去了 因为我们很少见面嘛 偶尔见个面 聊的时候我发现到 张嘴巴拉巴拉在讲 我就觉得哎呀 真的是要给他按个这个 我就告诉他 我说 未修真变延物 终成梦境 你现在就是没有 你没有修为 你就不要批评 你还没达到批评的能耐 这是我的感觉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亲子关系 我是很早以前我就想讲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吧 三十年前 我们这个这是高雄市走运区建业新生 这边以前 现在那个奥运国手训练营这边 那个鸟巢旁边 以前陆战队有一个马场 是现代五项的一个训练基地 那边有一些马屁 我只要有空我就会跑到那边去骑马 就算不起眼 人们看看 我常带朋友去看马 我是一个对马很痴迷的人 但是别人不见得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说机缘嘛 就带去看看 我在那马场里 曾经看过一次 他是陆战队在管辖的 当时是陆战队在管辖 后来因为一个弊案的关系 所以转移到民间去 那个当时我就看到 有一个陆战队的一个 大宗孝 开个城 那时候军方还没有现的金石 很多那个军官都是挺个大肚子 肚子非常巨大 像那个圣诞老人那么大肚子 这样子的人穿的军服 大概是一个宗孝 开着车子 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骑马 那他的儿子在骑马的时候 他在后面赶 那个马一受惊着就要跑 那小孩子上面不会保持平衡 就尖叫 尖叫的时候 他在那小孩在尖叫的时候居然发出了几个 几个 几个几个 大概五字经吧 擦你妈个擦 我吓了一大跳 这个家长 这个陆战队中校军官 他虽然自己很肥胖 显然他不会骑马 但是他希望他孩子 旺子成龙马 骑马都会多帅 他花钱让他骑马 结果他就想说 用一个棍子 在后面下那个马 那马就往前跑 他不知道那孩子在上面 他不会保持平衡 他多恐惧 可是孩子脱口而出 就是这么一句脏话 当场这是很难看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敢这样对家长讲这个话 下来之后 不是被抽死才怪了 光是嘴巴就要不要抽多少个 罚柜人员不要跪几小时 怎么敢对自己的父亲讲这样的话 然后这个马场的人 一看这样子 就把那个马拦住了 他只要在前面一拦 那个马就不会跑了 跑了之后就把他抓住 那小孩吓得 他还差点没尿裤吧 大小便失禁了好不好 这个那个人就想说 你害怕就把他 那小孩抱下来 抱下来 那小孩就一直冲冲 他爸爸那边去之后 当场就打他爸爸 几拳几脚 他爸爸一面笑 一面用手抵住那小孩 然后那个小孩 还是踢到他的身体 我看了以后 我就说 我当时我那时候 我还没结婚 我就在旁边 我看 我说这就是一个 家庭教育的彻底失败 失败了几点 第一个 父亲既然忘子成龙嘛 他应该要以身作则 像我教我的孩子 起码我是亲自下去教 我教我的孩子游泳 是亲自下去教 我教我的孩子潜水 是亲自下去教 我教孩子飞行 是亲自下去教 我教他们健道柔道 都是亲自下去教 教他们跆拳 没有一项 不是亲自下去教 我是身兼父子 以及家教 师父兼父亲 而这个家长 他不会就算了嘛 那你为什么 就认为那个东西 小孩一定 你没有的能力 小孩一定要具备呢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一个父亲 虽然他是一路战略中校 我毫不客气的这样批判他 那再来就是这个孩子在家里面 一定父母一定常常 父亲一定常常讲这个脏话 当着口头禅 所以孩子才敢常常这样讲 孩子如果常常讲 已经是一个败笔了 还敢跟他父亲这样讲 再来就是这个父亲 严重的宠爱孩子 孩子居然可以冲到父亲里面 当着众人面前 打他爸爸 虽然他没有 伤不到他爸爸 这个爸爸在这种场面的时候 不但没有威严 他还笑 还在那里笑 细皮笑脸的 对那个孩子 还这样 以为说阻挡这孩子 没有人 等他气消了就算了 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我们敢对父亲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如果敢对父亲 讲一个章字的话 一个字 哪怕是一个字 或者是一个不屑的表情的话 你换来的就是抽一顿抽打 然后常跪在某个地方 可能是公开的 一顿抽打 皮带抽打 抽打 把你打成跟斑马一样 我们怎么敢说 再怎么样大逆不道 不可能讲 对父母出言不逊 出言不逊都不可以 更何况是当众的辱骂 再来当众的殴打 他现在是因为打不过他父亲 打不到他父亲 他年纪又小 他等他能打到的时候 你看这个家庭 这个忤逆的儿子 将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trouble 我在旁边看到 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家庭 恐怕不在少数 我那时候我还没结婚 当然也不会有小孩了 我当时我就看了 从冷眼旁观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我将来结婚 我要生子的时候 我的家庭绝对 家教绝对不能像这样子败坏 败坏成这个样子 他就让他开了轿车来 带着孩子 好心的在假日 把老婆孩子带出来善心 可是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完蛋 是负值 还不是零分的 是零分以下的负值 公开的展示了一个失败的家庭教育 这个是我亲眼目睹的 那我刚才讲说 那个可以判不能批 就是说判 胜负 那裁判已经最后会举起双方的手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不要批了 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批这东西 你要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练过的人 你才有才有资格去去批评人家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 关于关于那那那那那那场约约架的什么东西 我都有在网络上 我都有做做做了专题的这个录影 你可以去看 可是那种那种人啊 他的那个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那个学富5G 才高八头已经满到这里来了 满到这里来他不看嘛 他认为说还要跟我聊 我跟他讲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每天要花一个 花12个小时上挂网 我没有时间听你讲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输入任何新东西给我 所以OK 那就到这边停 我也不要听你在那边泼泼泼泼陷 我就到这边 你有缘你就去看我的影片 没有缘 就没有缘了 就仅此而止 其实像这样 这样这一类的人 我最近删掉非常多 记得毫不客气的删掉 包括这一些 十年没见的朋友 我都要删掉 为什么 我的影片上都有报这个时间 几月几号 在什么地点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 我不用平均传语报平安 因为我现在就是长这样 我的声音就是这样 我的容貌就是这样 而你现在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免得一看到下坏了 需要收金 那个都没有必要 就让它过去 就让它过去 如果说有缘的话 如果说像比如说 像这样子的 像这些东西 这些才艺东西 是有缘分的话 我们在那个骑马场 我们在飞行场 我们在游泳 或者在潜水圣地 都会见面嘛 那你是什么样 我是什么样 大家都很熟悉嘛 也不需要说 我们为了要同学会 为了要什么 大家喝 吃喝在一起 我很害怕 看小学同学会那些照片 我认为说 我可能没有像他们那么老 虽然这是我自己认为了 可能我也跟他们一样老 只是 我自己觉得感觉良好 当然他们也感觉良好 每天喝的满脸通红 然后你一问三不知 他们这样也过得 自我感觉良好 那就各行其次嘛 I go my way You go yours 就是这样而已 我过我的阳光 让你过你的独木桥 但是最后我还提醒一下 就是很多东西 你没有练过 你就不要去批评 你一旦批评 就会让这些练过的人 会觉得说 吃之以鼻啊 那些不懂的人 可能还会负荷几身 那懂的人 就会吃之以鼻 我每次看到格斗场 或者是什么 拳击场旁边那些人讲的 那些解说员什么 我都有这种感觉 如果说你真的厉害 你就上去打嘛 为什么不能把那个退休选手下来当解说员呢 虽然他没有读什么书 难道他口齿不清或者是不散表 当然因为我曾经讲过 有所谓的职业的机密 他长期保密之后 他不愿意不轻易透露 那当然他就失去这个机会 可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观众也有自己的水平呢 他自己有心里有一把尺 你就这样就静默的 我们就看嘛 看人家怎么比划 怎么打嘛 怎么失招嘛 那你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道 你外行的人就算你讲 你讲的也突然称为 以之弹注而已嘛 那种弹注我是避讳的 我是不谈的 我只跟内行的人 谈内行的事情 我不会跟外行的人 谈内行的事情 这样是诗人又诗言 以上吴东城 跟各位分享啊 就是说 努力去学习 跟读堂终身学习 飞行禅即各开悟 吴东城冒险学校 就教你如何 找到你的本来面目 那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未修真 变延物终成梦境 物妙道 好意思春梦乍醒 乍然醒而又入梦 长夜明明 通通都要靠什么 你亲自下去 流血流汗流泪去学习 之后 大家才来坐下来谈 否则没有什么好谈的 同样的 有的人想说 你讲那些东西 好像都不对我胃口 那是不对你胃口 你可以 你可以闪多远就闪多远 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我也不想看到你 因为我们不能够同生相弃 也没有那个意气相和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批判 我个人认为可以判 因为大家都看胜负力见 可是不要批 如果要批 关起门来批 不是一家人 不说一家话 以上五个人跟各位分享 谢谢